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男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我现在已经落地中东某国了 然后整个一个过程 就是这一次出境的一个过程给大家分享 因为看我节目很多都是在海外的 有的时候要回国 要出国 出入境 有这些事 那么我就给大家说说看我今天的这个 这个总体的这个感受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今天在上海出入境的时候 我被这个警察给拦下来了 被老派给拦下来了 老派拦下来呢 主要是这个看我 抵达这个中东的这个目的地 然后呢都要看这个回国的机票 如果你没有这个回国的机票 基本上 这个就会不停地来问你 甚至有的那个航空公司的柜台 他在办理直击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来问你 有没有这个回国的机票 如果没有回国的机票 可能他就不给你出票了 就不让你坐这个飞机了 这只是在这个办理直击的时候 当然了 我是因为前两天有朋友 他这个到土耳其去 然后呢是在中转 在迪拜阿布扎比那边进行中转 但是他由于他要去那边 要待个一段时间嘛 因为你去土耳其 你签证大概电子签是一个月 那你周边你比如说去个哪个免签国家 对吧 你比如说到塞尔维亚 然后比如说到这个亚美尼亚 格鲁吉亚 这些地方去一趟 飞过去飞一趟 然后在那边住个一晚上 然后第二天再录进土耳其 那想待多久待多久 对吧 但是我朋友呢 他就是因为没买回程机票 后来买了回程机票 买个两个月的 以后的 那这个机场的直击人员 就不让他坐这班飞机 那得重新买票 你临时买 土耳其航空上海 到土耳其的 你不是特别贵吗 对吧 六千多了 很贵的 而且现在去暑期嘛 去土耳其旅游的人也很多的 听说一个飞机上面坐满中国人 我这班飞机上面 也都是坐满了中国人 然后 虽然说我坐的是商务座 可以躺平 但是因为这个时间点 比较的挂山 你刚睡一会儿 你就等于说到了 你睡得早 你睡不着 因为生活中是国内的 然后呢 我出路径的时候呢 也碰到突然的问题 但是我在直击时候 没什么问题 直完机以后 过出路径 就我们讲的过海关 过出路径 那你要走自动的 那公安老派就问你 说去哪里 一听说你去中东 这个地方 无论是哪个国家 然后就让你走 那个人工通道 直接把警察把我给叫过去 叫另外一个警察 把我带到人工通道 人工通道的那个小姑娘 反复的就是问我 你是干什么的 你为什么要去这几个国家 这几个国家 一般性都没能去旅游的 你想去那边干什么 你的回程机票给我看一下 回程机票看了 然后说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做生意的 我想过去考察考察 后来他说你做什么生意的 我就说做那个 他说你做的这个生意 好像跟这个 然后他说你营业执照 给我看一下 然后我给他看了一下 我公司这些 法轮案营业执照的 这一套东西 他说你做这个业务 问得很清楚 他说你做这个业务 你做这个商业服务 这个业务 那好像都是这个服务一些 呃 酒店 shopping mall 这一些的 对吧 那你 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去开拓业务 他说你又不是搞这个对外贸易的 哇操 是为了自己详细 他说我就跟他讲 我说啊 我说我还有一个副业 我说我副业做这个YouTuber的 我说实证博主 他实证博主 他说你频道 大家让我看一下 然后看啊 然后一看他基本上都是爱国的这种内容嘛 如果他妈的我要是恨国党啊 我要是做恨国内容了 我估计就给你扣下来了啊 百分之百他就就不会落你走 然后即使是这样 他问了我很清楚啊 反复的盘查 反正都问我 然后就说他这边很危险 就不要去啊 就也在市场劝我 这个呢也是好心 确实我去这几个地方确实蛮危险的 你看现在这个伊朗什么的 对吧 多时之秋的地方 阿富汗刚刚打完仗 局势还不稳定 南部还有ISIS在活动 是吧 巴基斯坦 你说他妈这个比鲁兹解放军 这么针对中国人搞这个一些活动 现在在巴基斯坦那边紧张兮兮的 你中国人一进入飞机场 没有人来接 他都不让你出机场 要安排这个警察配置这个 拿了AK-47配的这个武装人员 要护送你 全程都护送你 你站在那里去活动都护送你 然后你有些时候你出了这个 你进了这个酒店 比如像在拉赫尔那边 你出酒店都没有办法出 除非你 我建议还是说如果去那边的话 还是要找一些中国的朋友 小红书上面可以搜一搜啊 找一些中国的一些老老板开店的会比较好一点 啊 所以说整个整个这个出镜啊 他就就是耽误了我挺长时间的啊 这就是说你你路径可能也要问你 出镜呢也要问你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出镜现在搞得这么紧张兮兮 奴隶大敌啊 搞得跟他娘个逼的要干嘛一样的 啊 而且现在中国国内 你要是在海外刷信用卡或怎么样的 啊 可能银行就要打电话来问你了 罪魁祸首还是他妈的迪拜 阿波扎比这一帮人 为什么呢 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润美的这两波人 润美的这两波人 你像在中东啊 你像在迪拜和阿波扎比 你要坐飞机回国 你飞机到了飞机场了 马上都要这个已经到那个狼桥的那个位置了 固定机位了 很多传统乘客都要等 他可能在广播里面就要喊一些名字 喊到名字以后先下飞机 公安直接就带走 因为你怎么办搞诈骗呢 所以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缅北或者说 菲律宾那些搞亡赌 搞就是菲律宾现在小马克思不是不允许搞亡赌了吗 对吧 啊 因为那个时候是老杜的那个时候 搞的这些事情嘛 不能搞亡赌了 中国人都驱赶走了 很多搞亡赌的 他不能回国 也都是来到迪拜 啊 去那个迪拜 然后 呃 还有的这个缅北啊 柬埔寨那边搞电炸的 有 特别是缅北啊 就去了格鲁吉亚和这个中东啊 所以 所以在这个 在他们那边 二二年球那边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国人的这种工业园区 那个里面啊 全他妈都是搞电炸的 就是跟缅北搞那些 一模一样的啊 把那妈关起来 怎么怎么样 逼得巴拉的啊 搞那些事情啊 打了 叫电影棍 资你啊 就也是搞这种事情 所以说现在来中东这边呢 确实是要小心一点 啊 有的时候 这个还是要思路 思路比较清楚啊 那么还有一个 现在这个出路径管得这么严呢 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是往中东这边管得严 还有一个就是说 可能可能啊 就是之前那些润者无疆 润物细无声导致的 那润物细无声和润者无疆 啊 一出去就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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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我说过 就这些行为 你就导致了说 后面的 像我们这些啊 有可能 你现在这个趋势是蛮大的 免签国越来越多 那你他妈都这个屌样子 那像厄外多少人 那他给你取消免签 或者有的地方 哪怕就是巴黎斯坦 啊 就是巴铁 他都要你办签证 你办签证呢 你是单民的啊 弄起来就 这个种签证都是很麻烦的 啊 对吧 单民的 因为比如说叫什么 王伟啊 啊 对吧 啊 李伟啊 啊 张伟啊 叫这种名字很多的 啊 像这种人吗 你可能你路径就会 在中东这一条 你可能路径 你就就麻烦了 还有一个 像什么 在中东这一块 或者南亚中亚那一块 啊 有些免签国 你名字里面是单民的 他 姓单民 或者是名单民的 他 不让你这个 这个就是说路径的 拒绝路径 这个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国内这种 像藏读 江读这种 还有那些蒙读 啊 你看 你看他 那蒙那边的人 他不是很多那个蒙古族名字 都叫那个什么 啊 什么什么 啤巴拉的 啊 叫一大堆名字 啊 然后这个新疆比如说叫什么古迪纳扎 啊 迪迪勒巴 啊 西藏迷比如说叫什么 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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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赖喇嘛的 或者说叫什么象巴平错的 啊 叫这样的名字的啊 拒绝你路径 啊 拒绝你路径 这个就是中国就是说 跟这些免签国应该是公安部啊 都已经都打过招呼的 就是说 单民的这种 就不让你 你出来的 尤其是来中东啊 你要是这就防范猛毒藏毒 僵毒啊 所以说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任何人 你出入境啊 还是要按照正规手续来 不要他妈的 瞎搞八搞 黑到哪边 黑的那边 你要去澳大利亚旅游 你黑的那边 你影响的是后面去的人 啊 很多人是正规的一个通道 到时候被海关卡半天 他妈的烦不烦 是吧 啊 所以说这些事情 啊 老兵都这个 跟大家说一说 提醒一下各位 那这个 出境是现在是 觉得是 啊 非常非常的丝滑了 啊 现在这个中国的护照 的含金量也往上走 出境还是蛮丝滑的 啊 基本上 基本上对于我来讲啊 因为我 我出来啊 我出来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啊 大概我 我出来大概就拎这样一个包 啊 大概就拎这么一个包 啊 就是说你 你现在这种出门啊 不用搞得太复杂 弄 你像如果是度假的 去安全的地方 啊 你弄个大行李箱 是说说过去的 但是说 像我 就是职业军人 出身的 对吧 我就是被一个这样的包 正好是卡在很多 比如说廉价航空的 一个标准线上 就是手机行李箱的标准线 大概是七公斤左右 啊 我这个正好是一撑 我就 我自己在家里打包 我没撑过啊 我心里是有数的 一撑上6.8公斤 啊 就接下来你去一些小 小地方 不是要做那种连航吗 这样的话 直接背着包 直接就上飞机了 啊 你到时候 你拖进什么 很麻烦的 啊 然后脑海里面这种线路 啊 都要设计好 整个环节 你就像对于我来讲 我出个国跟他妈出个省一样的 就像那什么上海到江苏 上海上海到到东北 上海到西安 到陕西 山西这样子 没那么复杂的 啊 很方便很流畅 到哪边我也有这个国际驾照的 到哪边他妈 你要坐个车子开一开都都很快的 啊 所以说现在就是越来越这种便利化 其实没有哪些车子啊 它的这些时刻表什么的 任何国家你都可以收到 就这就是说这个小红书 他就牛逼在这个地方 小红书上面 各种各样的大臣 都都有的 我觉得中国人就是他妈的 像NPC一样的 在任何国家都能搞得定 都能迅速经历 经历这个据点 有的时候啊 就说实在是有些有困难 或者搞不定 小红书上面找找找一些中国的同胞啊 是会帮你的 都会回复的啊 价格收收款各方面都是挺合理的啊 现在也不是也不像以前有很多啊 发达国家有很多中国人可能他妈的在那边做一枪头生意啊 但是像一种一种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啊 到时到时因为人去的少 到时会老老实实 要是去做事情啊 所以说呢 因为我频道主要是面前海外的啊 也很多人经常要出路径啊 也很多人是要回国出境出路径的 对吧 很多在海外 跟各位就讲一讲 没有出过境的网友对吧 也听一听啊 对你有好处的 你整个出去 你说我直接下了飞机出海关啊 对吧 到这个换钱啊 打车啊 速度非常快的 直奔这个目的地的啊 所以说呢 这就是你这个大脑里面要有一个这样的险啊 像我出国都很 像我这个带这个包里面 看了这么一点点啊 但里面所有的必需品全部都带 药对吧 有防重属的啊 然后有那个消炎药啊 有这个感冒药啊 有直发烧的啊 还有在香港那边啊 买的那些脾胃丸啊 有可能麻痹这里吃东西 他都以面食什么为主 比如说可能 牛肉羊肉可能 可能在脾胃里面难以消化 你要吃点这个脾胃丸啊 然后又带这种风油巾啊 反正该有蟹药啊 蟹药如果吃东西拉肚子 蟹药啊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 录节目的一些东西啊 两三套换起的衣服啊 对吧 然后一次性的内裤啊 一次性的这种浴巾啊 带点餐巾纸啊 还有一些必需品 基本上就带这么多东西 没有没有任何复杂度的东西啊 还要带适量的带点美金啊 带个卡 手机带两个 一个是开通中国的 这个 全球的这个漫游 国际漫游这个服务的 还有一个就是买当地电话卡 有两个卡 这样用起来就就就就方便了啊 然后要去哪里 把图先给他揭好 因为有些地方没有网 看好啊 翻译好 这些东西全部都搞定啊 就很思谎 好吧 那给大家报了个平安啊 这也是 大家也祝我旅途愉快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啊 给大家真正看点东西